诶 第五题我们 题目是讲要求你找 equation of tangent 哦 所以我们就需要去找 equation of tangent 找 切线方程式 所以只要是找切线方程式哦 就是在找直线吗 所以找直线的话 我们最后一个步骤一定都会是 y-ye 等于mxnxe哦 然后呃 所以他背这个东西的时候哦 他只记得这个东西是 dy by dx 他不知道这个东西 他应该要是一个 value 哎 他应该是要他他必须要是一个数值 就是他是一个数字 他不会是一个代数然后放在那边的 很多同学到现在其实都没有搞懂这一件事哦 所以我以前在教这个东西不对 我从一开始 在教这个东西的时候 我就有在每一次做这种类型的题目 的时候把 斜率先找出来才代入 虽然同学到现在都还是会乱 会不理解说这东西讲这一整个公司是 怎样操作了 所以 所以我们 有做错这一题的同学哦 真的要自己留意 找切线方程式啊 找法线方程式哦 在同好题里面是很常见的题目啊 可以很常见的题目啊 好所以 y 平方 等于 4x 加4哦 可以题目是希望你 直接做 直接做implicit的 可以直接做implicit就好 你就会有2y dy by dx 等于4 所以就可以得到dy by dx 变成4 除以2y 也就是2除 y哦 像这样 可以这个是你做implicit的过程 如果你不是做implicit 如果你不是做implicit的话 你就会去开根号哦 你就会有y等于根号4x加4哦 哎 y等于根号4x加4哦 到今天为止啊 都还是有同学要写2x加2哎 我我已经讲到 我都忘记掉 我正在教高一理科 就是同学 根号4x加4哦 是不会开根号变成2x加2 不会 因为中间是加法 加法跟乘法要分清楚哎 各位已经 好意了哎 就是 不要再错这个东西了哎 对啊你要上高二哦哎 要小心这件事 其实 其实坦白讲 我们对理科的那个数学标准还是有点高啊 不过 不过这件事情你去到文商 你错这件事也是要被骂了啦 不太对了啦 都已经从 初三升到高一咬的话 不能再去错这个东西好了 真的啦 不能再错啊 跟下不会涨降哦 哎 其实其实坦白讲 我会觉得说你今天要用这个做法 你就必须要承担这个做法 带来的风险啊就是 他明明就是希望你做implicit嘛 你又要演演把他变成expressive 然后你做expressive的微分又不是很厉害 啊这样就不行啊 就就去我也不懂哎 有时候到底是要学生 到底是要学生学新的做法 把新的做法学好 还是让他把基础的东西也可以学会 坦白讲其实两个都很重要 应该就就讲 如果你今天选择做这个做法 你就要把它做对啊 不然就不要做啊 你选择做这个做法又做错了是怎样 不太对吧 就是这个流程是这样哎 所以如果你今天选择做这个做法 你就会再把它变成 呃4x加4的2分之1次方哦 然后当你在对他进行微分的时候 次方搬下来 我我已经讲很多很多很多次了 就是这个地方 你是不会直接写4的 我知道会有同学直接写4 可是我不懂要讲几次 他不可以直接写4 你要先微分里面 呃你要先微分 外面的时候里面是造草 所以你里面应该是要保持着4x加4 这个东西 然后四方会变成 负2分之1 这才是正确的流程 然后还有一个微分4在后面 所以如果你今天选择要做右边这个 expressif的做法的话 你就一定要搞懂 他在解题的流程里面要注意的事情 而不是自己解自己爽 所以所以真的要懂哎 就是如果你今天选择做这个 这样我1分之1翻下来 四方减1 然后 后面还有一个东西是要微分的 要微分4x加4来得到4放在里面 所以所以做同学你看自己的考卷 这地方错的话就是你不够了解啊 你你今天选择做右边的 我我是没有关系的 你选择做哪一个真的都不要紧 我不会特别跟你讲 你需要新的东西就一定要用 我明白 可是可是今天有两种状况是你要会的 就是第一个状况是你今天选择做这个 你就一定要把它做好 你不要选择做这个东西 其实也不是很会的 这样跟你说有没有学新的东西 或者题目有没有难没有关系啊 单纯是你烂的 对啊 你你如果原本的都没有学好的话 不是应该这样讲 对吧 你看啊 然后另外一种情况是 我们今天学新的这个东西是为了什么 为了解决更复杂的题目啊 我们今天出这样的题目就是 我希望你可以把学会的东西拿来用 如果你没有学会也不要紧 但至少你要把原本的东西都学好 如果你两个都没有做到的时候 你根本没有办法处理难的题目 因为你概念都不对了 可以哦 这要小心 这要小心 所以就会变成这样 好后续就会再把2跟4去做越解 然后让他变成是 跟他要4x加4 分之2 可是我我坦白讲啊 右边这做法真的要很小心 因为 我们是没有跟你介意这件事啊 但是实际上这边应该要有振幅了 也就讲你的写率算出来的时候哦 照数学方式来讲应该是要有振幅了 应该是要有振幅了 不可以没有振幅了 你的15带进去是 会有2个写率的 因为Y平方啊限制涨这样了吗 所以你今天 我确定有这个点啊 这个点叫15吧 这样当然OK啊 可是坦白讲 如果你只有15的情况底下 他应该是会有2个写率的 一阵一副 就这样好 再来是 带进去哦 在带进去之前哦 我无论如何都会跟学生讲哎 你先去找斜率 先去写规定 tangent of tangent at 15 bar 然后很多同学会问我 我这边可以不要写这样冗长吗 就是他对我来讲 这样很长吗 他就会直接写at 15 bar 然后dy by dx 省于多少 OK 你问我接不介意你这样写 不介意啊 你找找到答案就好吗 可是如果今天我让你这样写 可是你今天做出来的东西 跟大便一样的时候你要我讲哦 你明白那问题点吗 就是我 我原不许你这样写 只有没有关系的 你考试做对我讲都可以啊 如果你今天选择写这个做法 其实你根本就不知道dy by dx 他应该要是这条 这个点的切线方程 切线的斜率的话 叫你这样写你学不到东西啊 因为你怎么不懂在写大便 你读的之后都不懂啊 因为你不懂那个解 解直线方程式的流程吗 第一个步骤微粉 第二个步骤带点确认写率 第三个步骤才是找方程式啊 那我其实会做微粉 然后这边的时候给我写这样啊 写y-8 等于2除y 然后x-15 你写这样的时候我就已经很确定 你其实不知道要带入了勒 不然怎么可能写这样 没有任何理由让你可以写这样子的东西出来 所以我还是那句话啦 我还是会继续这样写 你还是可以不用这样写的 你只要做对什么都好啊 啊做错就不用讨论了啊 所以这边就会变成2除y 也就是2除8 会变成1 4分之1的斜率 然后就可以把真的1 4分之1带进去里面 还算是 呃做对的步骤哦 这4分之1放在这边 好 这时候我们会有4y-32等于x-15 所以最后答案接受你写x-4y加17 还有4y-x-17 开两个 其他那些小季节 做错的我们就不讲了啦 在其他那些小季节做错我们就不讲 就是包括 一向一错的啊 惩罚惩错的我们就不特别讲了 但这个真的很重要啊 就是如果你今天选择做哪一个的话 真的就是自己要负责 你不要做一个你自己也会做错的东西 你这样做来什么 这样做来什么 你自己选的 ok 然后这不是一个男的题目 他应该是可以拿满分的 所以当你在这些地方我做错的时候 你后面就很难拿分了 你的不及格就会这样子 这样子招审了 一定是这样 我为什么知道这样少人啊 什么状况啊 到底是我在还是没有在 啊 所以凯军把答案放在 放在考试教室 他是放冲啊 他上次哪里有放在考试教室哦 他上次放在考试教室 什么哎 怎么会有我在里面 然后我看到别人跑进来呢 哦上次也是有啊 哦 ok 我等下继续看 我先看你们的分数 我还没有那个我还没有Return 好继续哦 ok 这个是第五题 还有什么要讲的吗 看一下 天没有聊 然后哎有同学做 有同学多 哎多做一定扣分的啊 先讲好先 我怕你不懂 多做扣分的啊 有同学做完 dangerl之后 屁股仰头去做normal的 我一定扣 但是最可惜的状况是有人没有做tangerl 去做normal的 直接去 剩下 剩下微分的分数吧 对 哎多做一定扣达 先提醒你 不要跟我讲什么 老师 你个掉就好辣之类的 这种屁股话 你做 你都没有叫你做 你做多就是 你要叫我做选择题的意思啊 我是没有做选择题的 第六 给第六有多东西是没有做的 就是有些部分 有些东西的零分啊 这一题的零分是没有做来形成的 然后在这题 我要先跟大家讲第一件事就是 嗯 考卷上面有的图是需要画在考卷里面的 考卷上面有的图是需要画在考卷里面的 这次我有扣吗 没有啊 因为你的分数已经很凄惨了啊 我我没有跟私盈老师讨论 要不要扣分的这个项目啊 就大家各自发挥了 好嘞 嗯 我没有扣啊 如果他问我 我会跟他讲 我觉得不需要扣 啊嗯 不需要扣的原因 跟跟你 跟 如果别人问我这么没有扣啊 我有一个合理的解释 但是 这不是你不画图的理由啊 我要先讲啊 我换你以为说哎老师允许 哎老师允许可以不用扣 哎呃 这题可以不用可以可以我我可以 别人问我 我会有一个解释的原因是因为 呃 不需要写假设吗 全部点都标好了 全部角度也都标好了 所以我不需要写什么角一角二 所以所以我可以接受学生没有画图 但这不是你不画图的理由 对 就算今天全部题目都标好了 连角一角二都标好给你了 你也是要画图 因为照规则上就是要 可以记得这件事情耶 所以我考试的是这样 我的七考的同学99分 被我扣15分的 我讲过这个故事了 他他他95分 然后然后一然后五个图都没有画 呃出三 五个圆的图一个都没有画 全部没有画哎 我扣他15分 一个图3分 他变巴士一直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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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家长就都还念这件事情 嗯 家长家长也家长也呃 我有点凶 所以家长家长不太敢不太敢 家长是里面想的事情是呃扣3分 有点重 然后五个都没有画吗 还有他有这个表达 可是我跟他讲 规则上是有的 然后有两个原因是我为什么要扣啊 第二个原因是 我49个人里面只有他一个人没有画 嗯 第二个原因是他是数学干事 啊这样如果我的学生跟 我其他学生问他哎 数学干事那个主要画吗 他自己是没有画的 他跟学长可以不用画啊这么要画 这样还是误导全版 对啊我的理由就这么简单 全版只有他一个人没有画 加上他是数学干事 我一定扣 一定扣 不会有钱啊 他就一直扣 因为他 因为数学是他最好的科目嘛 他都可以拿99啊 怎么可能 对啊怎么可能不是最好的科目 他一定是很擅长数学啊 可是对啊没有理啊 讲好的东西就讲好的东西 啊 呃 这次我又没有提醒你啊 我没有提醒啊 但是我觉得你要懂啊 可是又考虑到你们是没有 有些人是没有考过同考啊 没有考过同考啊 所以 所以 呃 我没有扣啊 呃 当然最最成的目的还是因为你的分数已经很低了啦 就是不要再扣啊 差不多是这样 啊这分这题目如果只有拿一 拿一分然后我又要扣你两分没有画图的话 不要再怪去年老师啊 你再给我讲多一次去年老师是谁 我现在给他讲 来来来你给我讲 去年老师是谁 来啊 你还想怪去年老师啊 你你都已经换老师了哎 这样你 这样你明年也会这样子哦 我完全可以理解 你明年会跟老师讲 我去年老师也没有讲 我去年老师没有讲 我去年老师怎么去年老师没有 哎这重要吗 你不会问我啊 给我讲去年老师也屁股痒是不是 是不是欠骂四十号 什么我在讲什么我去年老师也没有 其实我去年老师也没有讲个画图 讲这种话哎 不老哎 要画勒 实在是在啊 要画勒 要画勒 一定要画的啊没有人讨论的啊 再抄我全部抓来扣我跟你讲 你不要自己没有 你不要自己那题是不会被扣粉的 你是不是没有做那一题 你是不是自己没有做那一题 然后你想要害那些没有被我扣分的人扣分 你满分哦 可是那一题有 班上有三个人拿满分啊 所以你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吧 咳咳 这样你有画图吗 你哦 你一定没有画啊 因为你讲你去年老师 讲没有要讲到画图啊 所以你怎么可能会画 哦其实7分罢了啊 哦还敢讲啊 来 呃 这一题哦 可以我们看这一题要做什么事啊 对他给主你所有的条件了 然后要你做两件事哦 第一件事情是ACB 可以第二件事是 Perimeter of Shattered Region 就是呃 走长 可以走长 呃我问素权老师配分是怎样啊 因为我我我我对这一题的理想配分啊 可以是26 就是A小T两分哎 这个这个真的就只有两分你知道吗 他真的就是只有两分的价值 哎7跟10答就错了哎 他真的就是两分的价值不哦 然后素权老师这样不用拉4分4分啊 是不是你讲四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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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我跟报啊 喂 呃 我出的话就是26啊 喂来呃 ACB是 ACB是这个角啊 他要找这个角的角度哦 他给你胡长给你 给你半径了嘛 所以胡长会等于Rc 所以c会等于胡长的7 除以半径的10 可以就是0.7哦 你写十分之7我也给满分 你写0.7我也给满分 你没有写RADIAN我也给满分 因为我们讲过RADIAN是可以当是可以 呃 呃 自动 可以自动默认他可以不用写单位了 所以你不写RADIAN我也不会扣 但是但是如果你有写的话 这是一个好习惯你可以保持 啊 我不会逼那些没有写的人特别写啊 但是如果你有写的话 我会觉得这是一个好习惯你就保持他 啊 然后再来就是有同学屁股羊把这边变成角度了 真的是屁股羊 这真的真的这这真的只可以讲是屁股羊 就是做么我到底做么我这边写RADIAN 看题目哎 不过不过我后来也懂为什么你会把它 换RADIAN会会把它换成角度啊 因为你连in terms of pi 都会忘记了 都没有注意到了 像这个你没有注意到 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情而已了啦 ok 然后再来是b 小题 b 小题是parameter of shutter region 同学做简哎 不是做简啊 呃周长跟面积最大的差别是 面积在表达的东西是涂颜色 如果今天我要涂颜色我要涂多少面积的颜色 这样所以这题为例我就是要涂满这边 然后再把这个擦掉啊 对吧把这个擦掉啊 把这一块擦掉 把这一块擦掉啊 那就用剪哦 面积就是涂颜色 出二谁叫 ok 面积就是涂颜色 所以涂颜色要用的范围就是可以用剪啊 我把整片涂完再再再剪 再把那边必要用大的东西涂掉嘛 像周长哎 周长我们在现实生活中是讲定义这块 这件事情了 周长哦 指的是画画 如果今天我要你把这个shadow region的地方 画出来你要画几条线 你要画几条线就把几条线加起来 所以一条线7哦 一条线4哦 一条线这边的 虎长哦 一条线这边YC哦 跟底下这一条线是10 ok 这YC就10-4了 因为这边也是10嘛 所以等于6 嘿 这样我增加到算的就这边哦 然后给你这边的RADIAN是1嘛 1RADIAN 所以RADIAN乘上半径会等于虎长 所以这边也是4哦 就可以加起来就好了 就这样 1 2 2 3 3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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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4 4 5 4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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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 5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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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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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6 6 6 7 7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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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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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7 7 6 8 8 8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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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要算的吗 我画这方形吗 这四条线一定要算的 这样如果今天要画中心这个圆而已的话 这样我这样子画两个是完成了整个 完成了整个隐移部分的会议图 还没有吗 我还画多一条线啊 还画多一条线在这边 啊三条线 所以三条线的都要夹起来 就跟这一题是一样的了 很多学是用减的 我不懂还想什么 这种仓夹的啊 这种只可以用夹的 这种只可以用夹 好解决 接下去 第七可以找这个 找这个 嗯 这个方程式的maximum跟minimum 我这题算是 呃 做呃必答题里面比较冗长的题目啊 因为你要找maximum的话 他又是 他又是一个quation quation rule的题目 所以就会有这样的状况啊 ok啊 嗯 y等于 3x然后 x平方加4 这题是没有没有理由做implicit的啦 因为太麻烦了 所以这就是你要去判断啊 有些题目这样子的情况 你会 去做implicit比较简单 有些题目这样子的状况 做implicit超麻烦 然后 这一题是可以做那一刻的呢 可以做rational 可是没有人做啊 可能大家对十一张的概念还是不那么熟 是可以做的 你做我会给满分的 我觉得没有关系 因为他只要maximum minimum values 他又没有问你x多少 他如果问point的话 你就不可能做irrational 他如果问point 你用点就太麻烦了 你要回头去找x 就不好做 他如果问values的话 就真的是可以这样做 好 所以微分的话 就会有保留分母 然后 分母 分母平方 然后保留分母微分分子哦 可以然后减去保留分子微分分母 可以所以这是我们的第一行哦 and then 有东西这题就这边就做错了 就是那个quotient路背错了 中间 上面写保值为母保母为值的 或者中间的加减法 全部做错了 真的很多状况哎 不应该错了 不应该错了 k 所以他就会变成是3x平方 加上12减去6x哦 所以你的整个分子 就会在这边变成是 可以变成是-3x平方加12 k 然后分母是x平方加4 k 明明做到这边就美美了 很多同学哦 真的是屁股很痒啊 就是我看到这负很不爽哎 自己乘个负号给他哦 好像你想乘就乘了哎 乘个负号给他 让他变成3x平方减12 哎不是谁教你啊 到底谁教你可以这样 接乘负2 哎没有 做做这件事情的人 他在离物啊 没有在你们版 不要紧张 啊 但是你们版有做这件事的人呢 他把分母变成x4 4x加16 哎 什么时候我要求你们把分母拿来做啊 分母不用做任何事情了 从以前到现在他就已经不管他了 我哪一次让你们展开的哦 做屁股痒 我到底都不懂 你写这样我一定扣的哦 你你会感觉没有差哎 你如果分母写这样哦 你后面跟你整个过程中 是不会有任何做错的 因为他不影响你的二字为分的 他是平方哎吗 你不用管他啊 可是我看到我就一定扣 怎么可能不扣 错这样严重 对啊 然后分子这个 分子这个也是你不会感觉有错 因为你等下找x他一样是正负2吗 你这样去找一样正负2 不会影响的 但是你二字为分会错啊 因为你二字为分变成6x 就不是负6x 这样你的max和min就不对了啊 一样的道理啊 会有这个会有这个影响 贴水答案就涨这样 这是一次为分 贴后续我们就要去让一次为分等于零哦 然后找x哦 嗯 所以这里我们就会有负3x平方加12等于零 所以负3x平方等于负12 因为还是平方所以我接受你开根号哦 不用特别去做前加后先减后 x平方会等于4哦 x会等于正负4 我们准备二字为分 ok然后二字为分的部分我们就会有 先把分母平方哦 分母是x平方加2嘛 所以他平方之后就会变成是 x平方加4的44方哦 可以再多一个可以再多一个平方 哈 老师4开根号 为什么还是4 哦哦哦我看错了 我看到加1的考卷 因为加1写4呢 还有1期 我改到手机撒掉 我看错了 真的是很累啊 正负2哦 很好我回忆啊 对啊 你就 你就你就你以后就会记得啊 你以后每次做平方 你都会被我笑一斷 我跟你讲 嗯哎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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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人写正负跟他2啦 对不对 还是有记错啊 对 他他开两轮了 不懂 我 我不懂我昨晚啊 诶 这个X4等于4 X4等于正负跟他2 我公主看这话 到底讲错 发生什么事情,为什么会变成这么样子 增负二啊,增负二,增负二 还有一个人呢,我记得 哦,没有了,好,来,所以继续这边 在这边我们就,呃,保留分母 所以保留分母的话,是x平方加4平方 可以微分分子,所以我们会有一个-6x在这边 然后减去保留分子 -3x平方加2,跟微分分母 它会有2x平方加4,还有2x 然后,呃,我不懂同学为什么要去做花检啊 你的,你对这个地方的复习应该是不够哦 因为我记得我教过大家 当你在做这类型的题目啊,的时候哦 你真正要,你真正要做的步骤到这边就停了 没有在做后续啊 ok,没有在做任何后续的部分 因为不需要做 ok,因为不需要做 然后班上有一个同学哦,他做了一个这样子的步骤 提醒大家不能这样做啊,就是 他他他懂吗,他懂这个东西会变成0 因为我带正负二进去的时候会变0 啊,他懂这个东西是一个平方 对不对,他他懂这东西变0啦,他就把它变0 这东西变0后面就变0了嘛 这样他就会变成s平方加4的平方 然后,负6x跟s平方加4的四次方 他约掉之后让他变成 负6x跟s平方加4的平方 不能这样做耶,因为 这个东西不会一直都等于0啊 他只有在x等于正负二的时候才会 所以你让他这样等于的概念上是错的 因为不能这样写啊,要小心 提醒一下大家 就是不能这样做 这我觉得没有什么啊,就只是因为 你的概念上觉得他可以这样做 但事实上是不行的啦 所以我只是想要提醒大家不能这样做啊 大比较会做的事情是去展开 然后我有跟大家讲一下我有看这个耶 这个如果你做错我是会扣啊 但是很贱的,如果你写这样我不会扣你的分钟 如果你写这样你写d by dx 然后你就是白名过来讲你不要做啊 你就d by dx,然后s平方加4平方 然后你放住哦,你写这样我不会扣 因为事实上真的不用做嘛 啊如果你做你就我做对啊 你不要做啊,然后做错我一定骂人啊 一定是扣的,不可能不扣啊 然后后续也不需要做任何处理啊 因为你自己要懂 我等下在做带路的时候只需要带路-6x就对了 -6x 才是这个 这个整个方程式里面的关键 啊,是整个方程式里面的关键 所以这是要提醒大家 好,后续就把点带进去哦 所以当x等于正2的时候 我的d by dx 应该是会小于0 因为2乘-6x是负的嘛 所以这是一个maximum哦 然后这时候请大家准备maximum的y 它会变成4分之3 然后x等于-2的时候 x等于-2的时候d by dx 大过0了 这是一个minimum 然后minimum y 就会是4分之3 可以这里同样给你补充2件事啊 可以补充哦,第一件事情是 嗯 叫什么 8分之6都被我扣分 什么状况 8分之6以不月减是怎样 回这第一种 可以第二种就是不要给我点哦 你停不问value吗 你给我这个是不对的 你给我2 然后4分之3 是可以扣的 哎 这是-4分之3 好我是可以扣的 可以扣 为什么不可以扣 我都没有问你这个东西 问你maximum的value 所以给我maximum y 跟minimum y 就做完了 不要给我点 不要不要给我点 我不要点 你问point 还是问点 所以要搞清楚这件事啊 好 然后这些配分比较奇葩一点 我们来讲一下 微分是2分 这一整块哦 我这有配1分不 然后这边是1分 maximum minimum的24微分是1分 然后点是1分 对我是这样配的 在这边你要问什么 那个y在上面可以算分吗 我没有算你的分吗 我应该是给你满啊 还是什么 我没有给你满呢 没有7分嘛 什么东西什么东西 你就是那边maxy跟mid y 我给你7分而已啊 啊 这样你要这样你这样你这样你这样 这样我要给满 我看多一次啊 要我确定多一次 应该要给满呢 如果这样看的话 等一下啊 因为我其他的也没有扣吗 好 我家里也没有扣 你是最你是最早改的几个啦 所以可能那时候 觉得要扣 然后后来觉得不能扣 因为扣下去不行 我看一下 不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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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我啊 因为你的24微分那边做错啊 这地方做错啊 这边 这地方我有扣哎 因为概念不对嘛 你就当做我是扣那边的分数 不过maxy 我开密码是没有扣啊 没有写我是没有扣的 我会写这件事情 然后我没有扣 因为我要求大家 一定要知道题目问的东西是 value 吗 这是你要懂的啦 啊我没有扣是另外一坛啊 ok啊 就讲这是第7 好然后哎我们今天在讲3d 你不要啊 哇要讲到讲到何年何月 啊不仅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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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这边是做一样的事情 带我去歪就可以了 不是老师我不是讲这个 我是讲那个dx dx dx 到带-6x就够了 啊 大大于你小于你那个是要讲看哈 就是就是把真2带进去-6x里面 哦 ok 跟-2带进去-6x里面 带这两个就够了 因为其他东西都已经是真不然就是0了 ok 可以就讲明天我们就会开始进魔王题 然后890 所以890同学拿起来的分数 跟上面一题的分数差不多 就8分了 就这样可以我们放到这边就好 你们今天是9节课 你们没有办法想用8节 7节课的那个快感 就只有初三高二高三 哎呦而且我们带六海号上课 我的天哪 好可怜哦 有一个礼拜六不用好像是 呃审查会议的那个礼拜六 下个礼拜六 4号应该是4号不用 哎 对4号不用 4号应该不用上课 因为我们要去学校开会 所以应该是不用 恭喜恭喜啊 恭喜恭喜啊 好呃就这样 然后下礼拜一哦 下礼拜二不是回学校 没有上课哦 然后我不懂学校给的指示 什么你们等学校讲哎 啊就是呃 因为学校是讲单数 单数29双数30吗 就有人问说 我29不可以回去讲哦 可以不可以30回之类的 或者是我妈妈不在 可以我的 什么啊 我的大姑婆儿子可以在我去吗 之类的这种问题 你就等学校公布啊 啊我不知道 然后我也不知道 你可以不可以来我教室偷看我 我是觉得不用啊就是 一整天都没有见面了也不用 也不查见那一次啊 嗯 我也不期待明天在学校 你遇到我的时候认得出啊 不用不用勉强啊 没有事了没有事了 对啊对 就这样啊 就不要乱走啊 我还是觉得不要乱走 对对对 除非有状况啊 嗯 就这样 同学上面就好 谢谢大家面见